整個人彎近駕駛座,遠景奮力拉住方向盤 但黑色轎车駕駛卻是踩油門加速,一路往前衝 但真的是不小心嗎?看看現場的狀況 一共五輛機車被撞得東倒西歪,車殼嚴重毀損 身穿黑色上衣的駕駛坐在路邊,雙手被上銬 這名42歲無姓駕駛,日前犯下竊盜案,卻多次沒有出庭 16日下午,警方要持車票逮人時,剛好在路上發現他正要開車出門 上前盤查,但對方說已經報到過了 不過警方還是要依規定帶回派出所 沒想到他竟然加速逃逸 好幾名援警到場,將他壓制在地,他才終於乖乖配合 逃跑不成,這下不只原本犯下的竊盜案要面對 又被依妨害公務送辦,遭到撞毀的機車,也等著他陪 TVBS宣令民郭穎,新聞時報道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新聞頻道,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下載TVBS新聞APP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